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国际财务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谈第六掌 有关于政府对汇利的影响 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汇利的决定是根据市场上对外币的供需来决定的 为什么说政府还可能对汇利产生一些影响呢 究竟它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 还是都有 我们接下来先请同学看本讲次的讲课重点 我们再继续 本讲次的重点包括 一 汇率制度 二 汇率机制危机 三 政府的干预 我们首先来谈汇利制度 政府政策一般会影响汇利 而汇利变动会影响一国的经济与金融市场 为什么汇利呢 它的变动会影响一国的经济与金融市场 我想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 假使现在台币贬值了 那美元升值 那我们可以首先想到的就是说呢 因为美元的购买力增加 那相对的 美国人对台湾的东西呢 他就会有需要进口更多 需求更多 所以相对就是说 对于台湾的出口 就会带来成长 那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 如果呢 美元线 就说台币现在呢 大家认为 疫期将来会有升值的可能 那这种情况之下 因着疫期的心理 可能呢 有一些美元 它会先进到国内的市场 一旦将来台币升值了 他们再把它换成美元 那这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确实货币的价值的变动 会带来整个经济 与金融市场的影响 那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呢 它会针对美元台币 它的变动走势 有时候它会适当地 来做一个影响 以便于呢 指外汇的走势呢 对于国内的经济 或甚至于金融 能带来稳定 甚至于成长 这就是为什么说 政府政策 确实会带来影响汇率 进而也影响到 经济与金融市场 那我们接下来谈 汇率制度呢 按照政府控制的程度 它可分成四样 一个是固定汇率 一个是自由浮动汇率 一个是管理浮动汇率 还有盯住汇率制度四种 那我们首先一一来介绍 首先我们来介绍 固定汇率制度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 汇率不是维持不变 就是只允许在极有限的 范围内浮动 如果汇率浮动过大 政府会积极地进入 外汇市场 买卖该国货币 以防止汇率过分 偏离既定的水准 那我想既然称为固定汇率 那当然它就是一般 货币与货币之间的价值 就是有一个固定的交换力 当然它允许有一个部分的变动 可是一旦过度偏离的时候 当然就必须要把它再修正 加以处理 或者就不叫固定汇率制度 好 那我们接下来谈 从1944年到1971年 由于布列登森林学义的约定 各国的汇率制度都是固定的 每一种货币都是以环金来计价 比如美元的价值 是相当于35分之1盎时的环金 那因每一种货币都以环金计价 所以彼此的相对价值 也成为固定的关系 那政府会进场干预 是为了确保汇率 只在严定汇率的 百分之1限度内 互动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每一个货币都是按照相当于价值 多少单位的盎时环金 那如果说美元价值35分之1盎时 那英镑价值35分之1.5盎时的环金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英镑相当于可以兑换1.5美金 那从这个就可以 知道他们匹区之间 货币与货币之间 那可以兑换的关系是怎么样 那在那时候布列町生人会议 他们是可以在既定的 这个兑换关系之下 还有加减1%的变动范围 如果超过 政府会进场干预 可是接下来 因着固定 而美国 因为他们有持续的货币赤制 这个货币赤制在会议固定之下 它就没办法来改变 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 如果一个国家 它要改善它的进出口贸易 那它可以怎样 透过让本国货币贬值 一旦贬值之后 因为外国货币的购买力增加 相对的都会向本国 有更多的需求 以至于国内的出口就会提高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改进贸易的赤制 可是在固定汇率之下 它已经锁定住了 所以造成美国的贸易赤制 它不仅没有改善 而且它是持续的下跌的 所以在接着1971年12月 有另外一个史密斯松林协议 要求美元相对其他货币贬值大约8% 此外汇率引起浮动的范围 被放宽至新定汇率的2.25% 然而国际收支仍不平衡 因此到了1973年2月 美元再度贬值 到了1973年3月的时候 就改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因应的美国的贸易赤制 他们觉得美国被过度的高估了 所以他就再一次史密斯松林协议 他再度贬了8% 再来说8%是一个幅度不小 可是他们发觉即使美元贬值8% 而且从原来1%的一个变动的幅度 增加到2.25% 可是仍然美国的国际收支仍然 有极大的不平衡 这就为什么到1973年2月 美元只好再度贬值 可是很快的一个月不到 在1973年3月 他们就汇去了固定汇率制度 而改采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因为他们看见 你把它固定 万一相当于美国 它又有贸易赤制 一直还是很严重的话 你如果不继续让它去变动 因着固定 每一次都要召开好几国家 银行 央行的人也一起来开会 那这个很耗时 而且成本也相当可观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 从固定汇率制度 要转向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好 那我们接着来谈 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之下 汇率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 政府不加干涉 而市场公息会受价格水准变动 利率变动 及经济成长等因素影响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前面所提的 汇率的决定 是由市场上针对影响 这个外币的公息曲线 进而来决定它的 这个实质的汇率应该是多少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 这个有一些影响因素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继续 我们之前有提到 影响汇率的公息曲线 有一些因素 包括两国之间的所得水准 利率水准 通货膨胀 甚至还有益齐 益齐汇率的走势 那这些呢 都会影响到外汇的公息曲线 进而影响到汇率 所以呢 在这个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之下呢 我们说 只要有任何因素 影响到外汇的公息曲线 都会带来汇率的一个变动 那这汇率的变动呢 当然相对的就会导致呢 这个它有会带来它的一些优缺点 那我们底下呢 就分别来看 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跟相对于之前的固定汇率制度 它有各自的什么优缺点 首先我们来看 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它的优点 如果以从维持前九经济的稳定性看来 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会优移固定汇率制度 为什么呢 我想这是因为呢 浮动 就如同我们一开始 我们看看 采取固定汇率制度之下呢 因为你汇率把它锁住了 所以这个美元 美国的这个贸易资质呢 一直没办法是做修正 以至于呢 在固定汇率制度之下 一直要调整 到最后还是要换气 改用呢 浮动汇率制度 那既然称为浮动呢 它会根据 比如说呢 你如果一直贸易资质的话 那你本身货币会贬值 当你一直贬 贬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就会调整过来 就会改善 那我们接下来谈 关于在固定汇率制度之下呢 它可能会产生哪些缺失 以至于呢 有需要改用 浮动汇率制度 我们说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呢 假设美英两国间的贸易平缓 美国相对英国 有较高的通货膨胀 则美国的消费者 会购买较多的英国商品 而美国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相对的英国的缓印 则是英国本土 因物品的吸球量超过攻击量 而导致物价上升 通货膨胀提高 所以固定汇率制度下呢 英国的通货膨胀力 会影响其他国家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固定汇率制度之下 为什么美国的高通货膨胀 会影响到 造成英国的高通货膨胀 同学记住 这是在固定汇率制度之下 那我们这边有提到 因为固定汇率制度之下呢 英者美国 它的通货膨胀比较高 那我们知道 它通货膨胀比较高 它的东西就比较贵 比较贵的情况之下 会导致呢 这个美国的消费者 会去跟英国进口比较多的 因为相对的英国 物价没有上涨那么高 所以它比较便宜 那你可以想见的 对英国来讲 我们一般呢 在短期间呢 这个生产量 没办法因应着 这个稀求的大量提高呢 而跟着比例提高 因为这涉及到 它的生产设备 它有它的最大的生产量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当它生产不够应付 稀求的大量增加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呢 事实上形成 过多的稀求 会导致怎样 物价就会上涨 所以英国呢 它的物价也跟着上涨 那这个是因为呢 在汇率固定之下 所以没有这个货币的一个 这个调降的空间呢 造成美国的托膨胀呢 以至于带来对英国高产品的需求 进而呢 带来英国的供不应求呢 然后物价也上涨 所以它会感染 它会感染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接下来谈 在固定汇率制度之下呢 一国的失业力也会影响到他国 那我们几下来看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呢 假设美国失业力大了英国 那美国的国民所得呢 就会降低 对英国物品的购买 就会降低 而英国国内将因此使得生产减少 失业力也因而提高 所以说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呢 一国的高失业力 会影响其他国家 同样的 在这个例子它告诉我们 当美国失业力 那大英国 那我们知道失业力呢 意味着很多人 这个 他没有工作 那没有工作呢 就没有所得 没有所得呢 就减少他的 这整个国家的购买力 那相对呢 对英国的需求就会降低 好 那对英国需求降低呢 那你想想看 英国的一个 他们公司生产产品 当然是根据市场的需求 再加上一点点的库存的考量 来生产 他不能说呢 他就一直生产 然后造成库存过多 那这样也会造成存货成本增加 还有仓储成本增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因着美国失业力提高 他的需求对 英国产品需求减少 导致英国这些公司呢 他可能相对生产要减少 那生产怎么减少 当然就是有些人 他要怎样 他要把它采测 所以会造成了 英国的失业力提高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失业力提高 也在固定汇率制度之下 也会影响到 英国的失业力提高 所以从以上两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见 在固定汇率制度之下 一国的高通货膨胀 一国的高失业力 会影响到他的贸易果 使他的物价也上扬 使他的失业力提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固定汇率制度 最后不被采行 而改用 弧动汇率制度 那弧动汇率制度呢 它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们来看 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呢 假设美国相对英国 有较高的通货膨胀 则美国的高通货膨胀 使得对英国货品的需求增加 那对英镑的需求也增加 那导致英镑升值 而在英镑升值的同时 又压抑了美国 对英国产品的需求 所以美国对英国产品的需求 是短暂的 是短暂的 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理解 原先一开始 美国是通货膨胀比较高 那因为它物价比较高 所以导致美国对英国需求增加 所以对英镑的需求期限又矣 那又矣的结果呢 英镑会升值 可是我们知道 因为在弧动汇率制度之下呢 那汇率是会 针对外币的供需 对外币的供需改变而调整 好 现在英镑的美国高通 我们知道 以至于对英国需求高 对英镑的需求提高 所以英镑的需求期限又矣 导致英镑升值 可是现在英镑的升值 使得原先呢 英国虽然物价比较低 这个优势呢 却因为英镑升值 而被怎样 而被减弱了 因为如果英镑升值的话 那英镑基价的东西就怎样 相对就高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也会降低美国对英国产品的需要 一开始因为英国物价比较低 所以它可能美国对英国的物价需求会提高 可是后来因为弧动汇率制度之下呢 英镑升值它会降低 所以我们为什么刚刚说呢 这个因着美国物价比较高 它造成美国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增加 只是短暂的 后来因为英镑升值 以至于又在降低美国对英国商品的需求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所以透过汇率的自由调整 英国不会受到美国高通货膨胀力的影响 所以这就为什么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呢 一国的高通货膨胀力 不会影响其他国家 同样的我们接下来要来谈 那一国的失业力呢 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之下 会不会呢 对其他国家不会有影响 好 那这里面有提到 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呢 一国的高失业力 不会影响其他国家 那为什么呢 很简单 原先美国的高失业力 那它对英国的需求就会降低 然后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好 我想 我们有关于详细的解释 我们待会再进一步说明 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好 我们刚刚有提到 为什么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 一国的高失业力 不会影响其他国家 那我们可以了解呢 因着美国失业力高 所以它对英国的需求也降低 那对英镑需求减少 所以英镑会贬值 可是当因为英镑贬值了 那相对的 那个英国的产品的需求呢 美国对它需求会提高 因为美元的购买力提高了嘛 所以英国不会因着说呢 美国失业力提高 而暂时对它需求减少 可是很快因着英镑贬值 那会导致呢 美国对英国的需求要提高 所以呢 不会造成呢 英国的失业力呢 也跟着提高 那这是我们要 可以理解的部分 那接下来来谈 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缺点 如果美国经历高通货膨胀力 美元可能贬值 因此美国 英国就不会受 美国高通货膨胀的影响 这是很好的 它不会传染给英国 然而从美国来看 弱势美元可能会造成 进口物品价格更高 因为在英镑升值下呢 若美国对有些商品 仍然必须从英国进口 那因为本国或他国没有替代品 从而也会造成 进口物品价格更高 以致使美国国内物价更高 那这个告诉我们怎样 这告诉我们 英者在互动汇率制度之下 那美国的高通货膨胀 不会影响到英国 可是高通货膨胀 带来的结果是英镑会升值 那万一呢 有一些东西是英国有生产 美国没有生产 所以美国即使在国内物价上扬 英镑升值之下 它仍然要从英国进口 现在因着英镑升值 那所进口东西是用英镑计价的 所以物价是根据流通在市上的商品来算 所以这物价又更上扬 本来已经高通货膨胀了 现在因着英镑升值 那进口的英国商品又再使这个物价更高 所以它会血上加霜 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提的说 为什么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 本国的高通货膨胀率 在外汇市场的运作下 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率 那失业率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同学可以自行去把它推导 那我们接下来谈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那政府一般人士情况 会适当的出手干预 以避免汇率波动超过目标太多 其实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简单的就是说 它虽然是采取浮动汇率制度 但是它有一个变动的范围 当超过这个范围之后 政府就会适当的介入来干预 使它的变动不自己过大 还是在这个范围内 那我想这个是有政府的考量 怕避免过度的投机 或影响到国内的经济 甚至于金融市场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 丁柱的汇率制度 那在丁柱汇率制度下 本国货币价值是锁定于 外国货币或是计价单位 那本国货币的价值 和锁定的外币或是计价单位 价值有固定的兑换力 那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初 我们台币锁定美元 所以在72年9月之前 一美元都兑换40块台币 那时候那当然对我们国内的 进出口业是很好 尤其出口业 因为一美元兑换40块台币 是固定的 所以他们不用担心汇率变动 可以专注在本业的经营 然而在这当中 是不是我们一旦盯住了 然后我们P之间 比如台湾跟美国之间 的贸易就不会变呢 不一定 那接下来我们一个例子 假设有三个国家 美国 F国 F国就是采取浮动会的国家 还有P国 那P国是锁定美元 当F国贬值时 F国对P国及美国的进口都会增加 相对的P国跟美国分别 对F国的进口都会增加 同时呢 P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量 将不再以之前的一样 将要重新调整 那我们可以来看到 这是很正常 虽然我锁定美国 可是现在说 有另外第三个国家 比如说韩国 它贬值 那贬值的结果呢 它东西就比较便宜 所以可能造成台湾跟美国 都会向韩国呢 跟它进口 那一旦有进口 当然我对美国 或美国对我的稀有 就可以降低 它不需要那么多啊 所以我们说呢 不是说我锁定美国 那我们之间的贸易 都不会受到影响 还要看其他国家 有没有贬值 好 那我们接下来谈 汇立机制的危机 当初呢 欧洲他们是采用呢 一个跟锁定在ECU 那欧洲货币单位 那是结合几个国家的货币 根据他们的交易 而加权而得来的 那这个 在这个欧洲 汇立机制的情况之下呢 往往一些国家 它的央行没办法使用 一些政策来刺激 它的国内经济 为什么呢 这边有一个例子说 一国的货币政策 会影响本国的利率 但是本国的利率的涨跌 又会对其他国家的资金流动 及利率造成影响 所以变成说 一国的政策呢 会影响他国 那我们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德国 它现在呢 想要 这个 提高利率 来吸引 欧洲的国家资金进来 那你要了解 因此它利率提高 比其他欧洲国家来得高 它是希望呢 这个 吸引资金 可是问题出现在 大家利率都 当涌现到德国的时候 它利率就下跌了 好 这不打紧呢 那因为其他国家资金都 往德国 所以他们的资金的供给减少 所以反而他们怎样 其他国家利率又开始上扬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欧洲他们的经济 他们的利率政策 皮质会有影响 以至于呢 可能造成你原先的政策呢 没有你疫情那么好 那我们接下来谈政府干预 政府干预 我们说 一个政府一般都会 适当地对外汇做干预 我之前有提到呢 之前索洛斯 他在东南亚造成金融红爆的时候 那到台湾 我们透过对外汇有一个管制措施 以至于呢 他没办法在台湾造成 这个金融的不稳定的现象 那这个一般 中央银行呢 是可以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来控制国家的币值 好 我们首先来看干预的理由 央行会管理汇率的理由 一般是 恍而汇率的变动 不要使它变动太大 那第二个呢 是设定一个汇率可以变动的范围 比如说台币的根本源变动 设定带31块跟29块半 超过这个范围他就进行干预 然后呢第三 应对市场上暂时性的干扰 做一个干预 比如之前呢 这个对岸他有导弹演习 那这个呢 有时候会造成人心的缓缓 可是呢 这时候如果适当的政府去介入干预的话 不至于让每一只生子 而这时候呢 就会使得那些投机者不至于 造成雪上酵酸的现象 那我们干预呢 有分两种 一种叫直接干预 一种叫间接干预 什么叫直接干预呢 政府的直接干预 是指政府直接从事外汇买卖 以影响汇率的变动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使美元升值 那洋行就去买美元 那促使美元 对美元的需求增加 然后呢 美元就升值了 那反过来要使美元贬值 我们就是卖美元 让这外汇市场的美元增加 你卖美元嘛 供给期限又移 美元就贬值 所以呢 这就是政府的干预措施 那政府的干预分成两种 一种是冲销干预 一种是非冲销干预 那他们的差异在于 如果比如说买美元 一样要买美元 10美元升值 然后呢 外汇营党他要收到台币 台币一般他是会 去贷款出去 但是如果政府 他适当地卖政府债券 去把这些 这个外汇营党收到台币 把他收回来 这叫做冲销干预 如果没有做过这个动作 叫做会冲销干预 那接下来有所谓的间接干预 间接干预的目的是因为呢 你如果直接干预 会引起你的贸易对手 我会采取包吾行动 那间接干预就是说 透过一些政策影响到 所得利率水准 进而影响到会力 那这个就不会让对手国呢 来施行缓包行动 那我们这一讲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同学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